魔道祖师 作者莫香同秀 第六章 英至五 蓝旺击道 先除恶足 魏无羡三两下卷起了裤腿道 我自己来 韩光君一天之内三番两次用这种半跪的姿势跪在他面前 虽然对方依旧是一本正经 甚至还有些严肃 但魏无羡实在是看不了这幅画面 恶足痕变满了整个小腿 爬过膝盖 蔓延到了大腿 魏无羡看了看到 上腿根了 蓝旺击扭过头没有答话 魏无羡又说了一次 依旧没有反应 他奇怪道 蓝詹 蓝旺击这才回过头 似乎不知道该说什么 见状 魏无羡心里有点想使坏 眨了眨眼 正要出言调笑两句扳回一局 忽然 桌边传来了碎裂之声 他们双双起声而望 见茶盏和茶壶碎了一地 一只疯恶乾坤袋躺在了白花花的瓷片和流淌开来的茶水里 袋子表面鼓动不止 似乎是有什么东西被困在里面 急切地想要出来 这只疯恶乾坤袋虽然只有手掌大小 但能做储物之用 且里外两层都绣有繁复的皱纹 加持了数层封印 蓝旺击将那条手臂就封在了袋中 方才将它压在了桌上的茶盏之下 此刻躁动碰翻了茶盏 二人这才想起来 该合奏安息了 如果没有他们这每晚一曲的短暂安抚 这只疯恶乾坤袋 就算是镇压能力再强 可单凭他也困不住那条手臂 魏无羡伸手去摸了摸那只竹笛 却摸了个空 原来竹笛已被蓝旺击持在了手中 他伸手在壁城上一抚 竟抚下了三寸剑芒 匕首一般拿在右手里 在左手的竹笛上 专心致致地刻了短短一阵 这才递还 魏无羡取过一看 被蓝旺击修过的竹笛 竹孔等细节都精致了许多 好好地吹 想起之前那阵他惨不忍睹的笛声 魏无羡伸似乎要笑倒在地上 也难为蓝旺几能忍他那么久 东风一聚 合奏当即开始 此前 他们每晚一开始合奏安息 丰厄乾坤袋便会安静下来 几乎是立竿见野 可今夜魏无羡没有故意作恶 谁知才吹了两句 那只乾坤袋忽然被袋内之物 胀大了好几倍 站了起来 魏无羡扑地吹了一个破阴道 怎么 听惯了丑调子 吹得好听点他不习惯了 仿佛在应他的质问 风恶乾坤袋猛地朝他飞了过来 蓝旺基指下樱绿图转 一波而下 七根琴弦齐齐震动 发出山崩一般的怒鸣 风恶乾坤袋被琴鹰怒声一刺 又倒回了原地 魏无羡瞅准了机会 继续吹了下去 蓝旺基也接着安息的调子 又转回了静谧安宁 悠悠地喝起 一曲奏壁 风恶乾坤袋终于缩回原样 紧握不动了 这些天来 这只鬼手从来没有发生这种情况 今天却格外的急躁 魏无羡瞅插回笛子道 他反应这么强烈 像是被什么东西刺激了呀 嗯 而且是你身上的东西 魏无羡低头看了看自己 他今天身上多出来的东西只有一样 那片从精灵身上转移过来的恶祖痕 而精灵身上的恶祖痕 是在行鹿岭的石堡被留下的 这话的意思 他身体的其他部位 就埋在聂家祭刀堂的墙壁里 第二天清晨 两人一起出发 重返行鹿岭的祭刀堂 聂怀桑昨日被抓了现行 将老底都交代了出去 今日 召集了家众的心腹门生 来收拾闯入者们留下的残局 魏无羡羽兰忘记走上来时 他刚好指使人填补好魏无羡挖出精灵的那面墙 补充了一句连夜找来的新尸体进去 看着白砖被一层一层的气整齐了 连连抹汗 长长的输了口气 起聊一回头 脚底一软 呸笑脸道 韩光君 还有这位 他始终不知道如何称呼魏无羡 魏无羡白手笑道 聂总主 七强呢 聂怀桑拿着手巾擦汗 都快把额头擦掉一层皮了道 是是是 气强 气强 魏无羡十分同情且羞涩地道 不好意思啊 可能要麻烦你待会儿再气一次了 是是是 啊 等等等等 话音未落 闭沉出窍 聂怀桑眼睁睁看着他刚刚修补好的石砖裂了 破坏总是比建造更容易 魏无羡拆砖神速 不知道比他们砌砖快了多少倍 聂怀桑捏着折扇瑟瑟发抖 满心地委屈 蓝望鸡则对他言简意盖地说了两句 他立刻脸色大变 指天指地发誓 没有没有 绝对没有 我们家祭刀堂用的尸体全都是肢体完整的 绝对没有什么缺臂的男尸 我也不知道什么吸人血气的左手 这事真跟我没关系 一概不知 汉光俊 你要不相信 我一起拆砖自证啊 不过拆了之后可得千万马上填回去 不能耽搁酒的 这毕竟是我家祖坟呢 庶民聂家门生加入 魏无羡便退出 在旁看着结果 半个时辰之后 精灵埋过的那面墙壁 已被拆下了大半的石砖 黑色的泥土里 偶尔露出一只苍白的手 或者一只轻轻抱起的足 以及满是纠结污垢的黑发 凡是男师都被粗略地清洁了一番 排排平放在地面上 在场者有的拉起了面罩 有的吃下了秘制的药丸 以防呼吸和人气诱发失变 这些尸体有的已经化为了白骨 有的正在腐烂的过程中 有的还十分新鲜 千姿百态 然而无一具不是四肢齐犬 并没有发现一具没有左臂的男子尸体 聂怀苍小心翼翼地道 只拆这面墙就够了吧 还要再拆吗 不用了吧 确实已经够了 精灵身上的恶组痕颜色极深 留下他的东西 当时应该和他埋得很近 绝不会超出这面墙的范围 魏无羡在一排尸体边蹲下 凝神思索片刻 蓝忘机道 取丰厄乾坤带 将那只丰厄乾坤带的左手取出 让他自行辨认 倒也不失为一种好方法 只是若与他尸身的其他部位靠得太近 难保不会引发他的激动兴奋 引发更危险的情况 然而这个地点又十分的特殊 危险程度成倍的上涨 所以他们才会谨慎地选择白日过来 魏无羡摇了摇头 琢磨着 难道这条手臂不是男人的 不会 男人的手和女人的手 我一看便知 难道他的主人有三条手臂 他被自己的这个想法给逗乐了 忽然蓝忘机道 腿 经他这一提 魏无羡这才想起 他竟然忽略了恶阻痕的范围指到腿部 脱裤子 对 脱裤子 聂怀桑肃然道 你为何要在韩光君面前说这种羞耻之言 魏无羡忙道 哎呀 你帮个忙吧 把尸体的裤子都脱了 不用脱女尸的 只脱男尸的 可怜聂怀桑还没有料到 昨日才把老底给交代了 今日还要在先祖的祭刀堂前脱尸体的裤子 而且只是男尸 只觉自己百日之后 一定会被列祖列宗一人一记耳光 山城下辈子投胎也是个天残地缺 忍不住泪流满面 而魏无羡已对着地上尸体的裤腰带伸出了手 却被兰望鸡截住了 我来 真的你来 你真的要做这种事 兰望鸡眉角似乎在隐隐跳动 忍耐着什么扳道 你站着 别动 聂怀桑近日所受的惊吓里 还是以此刻最重 他还没敢相信 兰望鸡真的代劳了这种事 兰望鸡就已经起了身道 找到了 众人忙朝地上看去 当然 他们失望了 韩光君并没有真的除去尸体的衣裤 他只是在每具尸体的腿根部位滑了一件 轻轻滑破了衣物露出里面的皮肤 而且有的衣物不必滑 因为已经是破破烂烂的了 他白靴边的那具尸体 大腿内侧有一道淡淡的线圈 肉色细线的针脚密密麻麻 线圈以上和线圈以下 肤色有着微妙的不同 很显然 这具尸体的腿和他的上半身 并不属于同一个人 这两条腿 竟是被人以针线缝上去的 聂怀桑尚在瞠目结舌 魏无仙问道 哎 聂家用来寄刀的尸体 都是谁跳的 哦 一般是由历代家主 自己在生田挑选和囤积的 我大哥去得早 他没存够 我也就帮他挑选了一些 只要是四肢五官都齐整的尸体 我就留下来 其余的嘛 我也不知道啊 我真的不知道 这具尸体究竟是谁缝上双腿 混水摸鱼埋进来的 问聂怀桑 那必然不清楚 魏无仙及时打断了他一问三不知 从提供尸体的人 到聂明觉自己 全都是怀疑对象 不计其数 恐怕只能继续追查下去 知道找全全部的肢体 拼其他的尸身和魂魄 才能知道究竟是怎么回事 魏无仙道 看来这位仁兄是被五马分尸的呀 但愿他身体的其他部位 没有被切得七零八落吧 这位仁兄是被五马分尸的呀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